哈喽大家好我是IP手的设计师十号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做一下上次视频之后呢 我们留下了一个课题 就是关于Canaris这个品牌的一个悲测 今天呢我也邀请到了我老婆 作为我们的一个悲测嘉宾 然后跟我一起来品尝这不同的口味 Canaris一提起来呢就是这款茶 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同时呢这个品牌旗下其实还有不同的无容口味 那我们今天呢就对这五款茶进行一个品鉴 我老婆是作为一个新手代表 我是作为一个老茶客 一个老婆代表 这样子呢我们通过两种不同的视角呢 去看这五款茶 我们先把这五款茶分别倒到杯子里面 以后我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样子 这一款呢是Canaris的传统口味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五款茶倒到杯子里了 那我先分别先介绍一下这五款茶 这一款呢是Canaris的传统口味 我们大家应该应该很熟悉了 然后这一款是那个绿茶绿茶生姜版 就是它是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加了绿茶和生姜 然后这一款呢是在是柔顺版 柔顺版的话它里面是有 它里面是有薄荷 还有柠檬草 然后这一款呢是Especially 这一款是特别快 就是精选特别的 它是比传统口味会有更多的咖啡 然后它的成化时间会比较长 然后这一款是红茶鸡血草版的 它里面加了有中国的福尔红茶 比如说印尼的基层混合成的加工的口感 那么我们现在让我老婆和我分别对这五款茶呢 我们先来闻一闻它的气味 以及看一看它们互相之下的这个颜色 或者是形状有什么区别 你先玩一下这个 这款是重统版本 你可以这个 你这款是重统版本作为一个轴心的话 可以拿它作为一点变 然后我们可以去以这个为基准 然后去测量这一款 我们再来闻第二个 这个是绿茶 像生姜版 你可以闻念生姜版 是有点生姜的味道是吧 这款是柔顺 这款味道不是特别重 就是跟基础款来比的话 味道会稍微轻密一些 只有一点 只有一点点味道 我们再来闻这个 这个是传统版本的这个是特别坏的 嗯 等于这两个味道就还挺香的 你说 这两个 对 就是在闻的这个味道 对 去闻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个是红茶 红茶积雪草 能闻到一点红茶的味道 一点点 一点点风茶的味道 那么我们其实从这个叶片的这个对比上来看的话 还是看不太出这种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好吧 看不太出这种 好像是哦 就是这这一款来说的话 从这个样子上来看 好像 好像是看不太出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就是小结一下 呃 从这个五款茶的这个形状上来看的话 呃 区别不大 至少我们目前来看的话肉眼是不太能区别哪一款是什么茶 但是从气味上来说的话 还是每一款会有一些微小的这个区别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了 那我们先从这个 先从版本 我们从这块开始 先先对你先建立一个它的口味的一个基准点 嗯 就是它有没有在你的舌尖或者舌根会不会有些一种 梅干呀或者是种入口的这种清淡的味道 嗯 就是有清淡的味道 然后 嗯 稍微还有一点点肥干 这款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 黄色包装的这个Coloris 就在它舌尖的一个位置会有一些发甜的 那我们来尝第二碗 这个是绿茶生姜版 我估计这个味道可能会比较明显 嗯 有很明显的生姜版 能尝到绿茶的味道 可以 有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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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这款茶的这个生姜的味道会比较明显 嗯 可是就是当你说的这个 在绿茶和马带茶这个味道之间很难去分辨 但是生姜的味道还是比较明显 对 明显 但是我我平常不太爱吃生姜 但是这个味不是嫩的萌育 你可以尝出来有生姜味 但是不会就是那种特别无益的生姜味 我还挺骄傲 蛮介绍 就是我生姜味的 嗯 那我们来尝第三款 这个呢 是 柔顺版本 我看看这个 这款味道更大一些 它应该是比刚才这个前两款都会更大 对 那你能尝到过河 过河番茄蒙草 好啊你就管我已经听懂了 马上睡觉 其实是可以尝到这个柠檬的味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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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在这 目前这几款是吧 它其实在就是 舌尖的那个酸胆上是有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四款 第四款呢 这个是 精选特别版的 它的这个咖啡因浓度呢 应该是这五款里面最高的 这个版本 而且有力 而且我觉得这一款好像是 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烟熏的味道会更浓 对 因为它的成化期 成化期包括它的这个 它的成化期都会在这 就是在这五款 成化期都应该是最长的 它的烘焙时间 以及它的这个成化时间 都是最长的 很像 吉他这四款成化期 基本上在四到六点 但是 这款特别版的 这个成化期 最短不在十二点 所以它的这个风味上 应该是会 从四点来去最松速的 我们就再来 再来 第二套 应该会更 银子 第二套就是 味道会更有明显 但是 还是会有回甘的 就是你的舌头的底下是有回甘的 我觉得它的回甘比前两款要明显 对 我们来看 第五款 第五款是红茶鸡血粉 我们来尝尝这个版本 有红茶的味道 但是清晰草不出的味道 我也不清楚 对 我还不知道 好了 我们已经把这五款茶 过了一下 实际上在我之前 像这一款 这三款 实际上我已经喝了很长时间 这个绿茶版本 和这个红茶版本 这两个版本 我也是第一次喝 那么先让我老婆来说一下 这五款茶 品尝过来之后 你对哪一款茶的印象会最深 这款吧 这款印象会最深一点 是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就是比其他四款更浓郁 那么对于这五款来说的话 哪一款你觉得味道最淡 这款就是柔顺港 味道会最淡一点 可能我刚开始喝的话 这款是更容易接受一些 那么如果让你 你选择这五款茶 其中选择一款 就是一个日常口粮茶 那你请看是哪一款 我如果是刚开始喝的话 我可能就会先 从最容易上手的开始 揉手一把 然后如果要是喝的是 稍微时间长一点 对这些味道会 可以接受的话 女孩嘛 那可能会选择这个积雪草 因为积雪草有很多抗氧化的作用 有很多化妆品啊什么的都会有 我可能会考虑一点功效吧 然后会选择这一款 这款可能对于女生来说 它会更好一些 然后 接下来的话 可能为什么 就是生姜这一款 生姜版本呢 它的确在风效上来说的话 它会更有注意消化 而且它的绿茶 包括我说马带茶的话 实际上在抗氧化性的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不错的 其实总体来说 马带茶都具有这种抗氧化的作用 然后只是说这五款来说的话 它可能在成针配比上会有些区别 倾向于口感的话 可能这两款 不具一些其他的风味 那么这两款茶的话 这两款茶的话 可能会是基于这个 CANARIS这本 马带茶的基础上 可能会更纯粹一些 那么这款茶就是一个很简单 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柔式的这样一个选择 就是从 我觉得从口感来说的话 这个属于 过渡款吧 就是你作为一个新手的话 就是以它作为一个入盘 可能是柔柔柔柔柔柔 那么现在从 它的性状细味 然后我们去品尝 我们已经把这五款茶送风过了一点 就是CANARIS这款茶呢 我们可以从它的外包装上面 可以看到它很简单 很详细的这样的一个配 配笔的一个什么分表 然后你擦了一些品牌的基础性的一个建筹 可以 它是一个乌拉圭的品牌 但是呢 它的种植是在巴西 因为乌拉圭这个地方 之前的视频里面 我有讲过 它不适合去种植马来海 那么很多乌拉圭的厂商呢 都会选择去它的邻居巴西的一片热带雨林 去选择它的这个种植物 然后它们的生产的车间 产间应该是都在巴西 然后只不过它们可能对于区别于巴西的这种茶粉来说的话 它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们更长的这种成化和发酵的时间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乌拉圭的茶 从外表星座上来看的话 非常类似巴西的这种茶汗 但是不同的是它们的口感会更加的浓郁 然后咖啡因会更加的多 这个就是乌拉圭的马来海海和巴西的马来海海海的最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品鉴结束之后呢 我们两个人分别跟着五款茶打个分 如果是五颗星的话 我们来去对比一下看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理解 那么这款茶你们打几瓶 那就三分半吧 综合评分三分半 对 那么这款呢 这款的话 就是它的味道更有特色一点嘛 就叫打四分 这款可以打个四分 那么这款呢 这款呢 它是四分半 这款四分半 那么这款呢 这款也是四分半 那最后呢 我给打个三分半 三分半呢 就跟这款茶就是 你的成分是跟这款茶的成分是一样的 那么我来对比五款茶 做一个大分 我先从高的来 从综合评分上来说的话 从耐泡度 你从它的这个口感 以及它的这个 实际性大 我觉得这款茶应该是 就是我的指纯最高 应该可以打到4.5分 然后第二个呢 应该就是这款 就是传统同位 我可以给它打到四分 我们刚才打到3.5分 第三个的话应该是这个 生姜绿茶生姜版本 我认为这款茶 嗯 应该可以排到第三位 我认为我可以给它打到3.5分 这样一个分数 然后 再来是这款 红茶鸡翠草 这款茶 这款茶也可以打到3.5分 所以这款茶的话不喜欢 这款茶它的确太淡了 我最多最多可以给它打到三分 但是 它的厚味口感上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隐忍的 所以这个就是 区别于新手和老炮 然后在口感 在一个咖啡因的这个耐受度上来说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偏差 或者一些区别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原因 因为 马赛茶的品鉴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这样的一个 判断 所以 每个人呢可以对它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然后上一次视频呢 在第三段视频 最后我留下了一个彩蛋 就是 评论最高的朋友呢 我会送出 Amanda1950 这款特别可爱的马赛茶 那么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 将把这本茶已经寄出了 那么 也恭喜这位朋友 我们也欢迎 更多的朋友呢 可以在后期的我的视频底下 可以进行留言互动 当然了 还会有这样的活动 那么 下一次 我会给大家再带来两款 不同的 马赛茶 但是呢 它们之间又会有一些联系 虽然它们牌子不一样 那么我们先买下一个服务笔 至于它们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里面 再见 那么先就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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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